对于任何有海军发展梦想的国家而言,航空母舰无疑都是值得追求的目标。 巴西作为南半球的海军大国,当然也希望能够拥有自己的航空母舰编队,所以巴西先后购买了米纳斯吉拉斯号和圣保罗号两艘航空母舰,虽然都是翻新的航空母舰,但是也解决了有无的问题。 不过,现在巴西在意的圣保罗号航空母舰久经沧桑,已经到了该退役的时候,过去17年的服役时间中,圣保罗号仅有三年处于正常服役期,如今圣保罗号不能继续保留。 巴西又让目光投向了英国的海洋号两栖攻击舰,今年年初,英国同意将排水量达到2万吨的海洋号两栖攻击舰卖给巴西,和同金额为8400万英镑。 近期互联网上出现了海洋号接受改装的图片,图片显示这艘两栖攻击舰正在英国海军基地接受升级改装,机选号已经更改为A140。 巴西将海洋号两栖攻击舰重新命名为大栖洋号,该舰将舰气退役的圣保罗号航母,成为巴西海军的新旗舰。 海洋号两栖攻击舰严格意义上属于直升机母舰,该舰八架自无敌级航空母舰,机甲板设计主要适应直升机使用,由于甲板长度较好,因此可以操作CH47这样的重型直升机, 甚至也可以起降海洋式垂直起降型战斗机,也就是说,海洋号两栖攻击舰是可以作为SDOVL航母使用的,但是海洋号两栖攻击舰不具备为海洋战斗机提供维护和装载武器的能力。 所以升级之后的大西粮号,是否能够搭载海洋战斗机也是未知数,如果英国愿意为巴西提供必要的改装,那么大西粮号就可以搭载海洋战斗机并作为SDOVL航空母舰使用。 如果改装之后的大西粮号仍然不能支持海洋战斗机长的副翼,那么即使巴西采购海洋战斗机也起不到多大作用,因为只能烈时起降,而不能长久驻流。 因此,宣报罗号退役之后,巴西能否继续圆航母梦,将取决于大西粮号的最终改装效果。 当然,即使作为直升机母舰使用,大西粮号的实力也仍然很强大,而且这是一艘1998年服役的2万吨巨舰,机舰体寿命还相当可观,巴西以不到11英镑的价格买到,可以说是比较值得的。